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中正大学成教系的陈云景老师 今天是我们这个脱效性膝关节炎 自我照顾的课程的最后一个单元 相信大家对这个疾病如何自我照顾的知识和技能 都有清楚的了解 那在这最后这个单元呢 我要再教给大家的是 怎么去关心我们家中有悉痛的一个长辈 那因为脱化性膝关节炎 是一种在老年族群最常见的一个疾病 所以呢 我们大家在学习了这个脱化性膝关节炎的相关知识以后 也记得要多关心我们家中高龄长辈的一个健康 仔细的去观察我们长辈的行动的能力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关心我们的长辈呢 首先我们要去主动去发现我们的长辈是否已经罹患了退化性膝关节炎 并且能够鼓励而且能够陪伴他去看医生 第二个呢 那长辈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要协助我们的长辈去和医生做良好的沟通 第三个呢 就是把我们自己所学的退化性膝关节炎 日常保健的一个方法去交给我们的长辈 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鼓励跟陪伴我们的长辈去学习强化膝关节肌肉的一个力量的运动 那记得要塑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记得考量长辈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负荷的程度 试他的健康的状况来协助他安全的一个去做运动 第五个的话呢 可以教导我们长辈舒缓关节的一个疼痛的方法 并且给予我们的长辈足够的心理的支持与鼓励 那在我们教导我们的长辈有关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相关的动作跟知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怎样的一个技巧来教导他们 首先第一个 我们应该要先重品质再讲求数量 大家应该要知道年纪大了 我们的学习一个新的一个知识 或者是静能的话不能够太快 我们要慢慢的来教导我们长辈每一个动作 然后让他先熟悉以后呢 逐步的消化了一个知识以后 再慢慢的一个增加一个新的学习的内容 不要教的太快 这样我们的长辈会很有压力的哦 第二个图片的影像剩余书面的文字 相信大家也都能够了解 我们在我们的一些七八十岁有一些长辈呢 他的教育程度其实是不高的 甚至很多的长辈其实他是不是字的 所以呢最好你教他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图片 让他看图说故事的方式的话呢 他就能够更能理解我们所学习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善加运用我们这个摩克斯的录影带 你放个录影带给长辈 因为我们这我们有一些录影带有关 特效性细关节的一个疾病的构造啦 关节的构造啦 或一些相关的影片呢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 能够去理解跟学习这个疾病的有关的一个知识 还有自我保健的一些的方法 第三个的话呢 动作示范呢 剩余口头的一个指示哦 那如果说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要舒缓 怎么舒缓关节的一个疼痛的一些运动的话呢 记得你可以做给他看 因为如果你做给他看 示范给他看的话呢 这样子长辈学起来 就能够更能够迅速有效 那比你用说的话呢 他这样学习起来当然就是更快啦 当然就像刚我前面讲的啦 你可以边放我们的一些教学的影带 一些运动的录影带 你一边做给他看 一边放影带 然后再一边教我们的长辈 这样他学起来也会更轻松 也会更简单哦 那第四个的话呢 记得我们可以立即回馈 剩余整体的回应 那如果长辈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 记得他提个问题 你就回答他 不要等他问了三四个问题以后 你再一起回给他哦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的长辈的记忆力不是那么的清楚 而且不能够记那么多 你讲了一下子讲太多的话 他其实是忘记的 所以如果长辈有一个小问题 那你就立刻记得回给他这样子哦 然后再来第五个就是等候修正 剩余立即的纠正 因为其实我们的长辈哦 人年纪越大的话 其实他是很有很强的自尊心的哦 那所以呢 你记得千万要耐着性子 不要立刻就说 如果你发现我们的长辈动作做错啦 你就立刻去纠正他 这样子是会伤着他的自尊心哦 记得慢慢的等 其实因为其实我们的长辈的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慢 你耐心的去看他 是不是能够自己去纠正他自己所做的那样子的动作 那如果你发现他确实是学不会 你在耐着性子温和的去跟他讲说 爸爸这样子才对啦 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伤了他的自尊心哦 那第六个的话呢 肯定鼓励去胜于建议跟批� 就刚前面讲啦 长辈其实是很没有自信 而且又很好面子的哦 自尊心又很大的咯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样子 当你发现如果长辈他做错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是要多多给他的鼓励啦 所以你可以先肯定他 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爸爸讲说 哎呀爸爸 你这样做的真的不错呢 你看你这样已经做对啦 然后你如果说发现他有错误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讲说 你先肯定他做得很好 然后再跟他讲说 可是爸爸你这个动作好像 我们可以把那个膝盖弯的角度太过啦 这样子这个膝会伤到膝盖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往后再往后屁股往后移一点呢 我们脚不要蹲得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样会比较好哦 所以你再提给他一个改善的一个方法 最后呢 你再跟他讲说 哎呀老爸 我们今天做得真好 那我们下次记得 我们再努力哦 那我们每一天都要这样持之以恒的运动哦 相信如果你用这种肯定 然后再提改善的方法 最后又给他鼓励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教学的方法的话 这种三明治的赞美的方法的话 对于我们的长辈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这样也不会伤得他的自尊心 也可以增强他学习的自信心哦 记得对我们长辈 要教我们长辈的时候 要多一点耐心哦 因为我们长辈不是像我们一样 反应这么快 所以呢 要帮助我们长辈 记得要慢慢来 多示范 多给他的图片哦 好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课程的尾声了哦 先恭喜大家都能够持之以诚 热情的来完成这整个课程的学习 那最后陈老师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这个课程的评量的方式 是包括点阅课程 做随堂的测验 还有最后的期末考卷哦 那你的成绩要达到60分以上 才能够及格 因此呢 请大家再回去再逐一的检视 你是不是每一个单元 每一个小单元呢 不是大单元哦 每个小单元 你是不是都已经看过啦 而且你的每个小单元 看完了以后 你都有做复习的考题 那到最后的话呢 你也完成了最后的期末的考卷 记得哦 健康不是只有学习知识而已 健康是要亲身去实践 而且每一天要记得要规律的运动 有病的话呢 就急着要看医生 千万不要拖 而且要多多关心 我们家中的长辈 最后陈老师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 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 看你还记得有多少 第一题 我们在学习 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相关知识以后 也要关心家中长辈膝关节的健康 对还是错 第二题 我们平时教导家中的长辈 强化膝关节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长辈的安全 及其体力的负荷 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 我们平时教导家中的旁边 学习的安全 并且是遗免